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超级大主部 作者浪高三尺三 由大斌为您播讲 李高楼这番话说完之后 办公室里没有任何声音 停顿了足足的有几分钟 赵大山站起身来 好似无比艰难的说了一句 我知道了 再见 跟着转身 也就在这个时候 刘友福才算是看到赵大山的脸 因为之前是背对着他 所以他没有注意 而此刻他真正看到赵大山的脸 刘友福浑身一冷 赵大山的脸色完全煞白 冷汗顺着他的脸颊都流下来了 为什么会这样 这刘友福不知道 不过他知道的是 现在赶紧离开一定是最正确的选择 吴凡不好惹 李高楼也不好惹 而这样面对一个仿佛恶魔一般的家伙 太危险了 也没任何阻拦 李高楼只是看着他们离开 然后阿聪把办公室的门关上了 阿聪很直接的问了一句 要不要杀了他 实际上他也没必要在李高楼面前隐瞒什么想法 李高楼摇了摇头 不要急 敌不动我不动 天地会这个组织 只有真正在美洲有所了解之后 才会知道人眼内叫根深蒂固啊 甚至可以说 这个组织所隐藏的力量 超过他们表面上暴露出来的实力 因此任何时候都不能失去谨慎 一定得足够小心 更何况 现在如果贸然对赵大山他们动手 很可能会引起更多注意 那导致的后果就是吴凡这个身份 大概真的会彻底的暴露 真要到那个时候 那才是大麻烦 毕竟相比于天地会美洲的官方力量 那才是最可怕的 所以放赵大山他们离开 这是李高楼本身已经计划好的 与其自己焦急之下 暴露出一些破绽 倒不如等待对方率先动手 然后找办法应对 兵来将党水来土掩 更何况 就算是赵大山肯定了自己就是吴凡 但他没任何证据啊 那么能够造成的威胁也就相当有些 阿聪点了点头没说话 对李高楼表示出极大的信任 不过李高楼却已经有了很大的警觉性 赵大山跟天地会绝对不会这么善罢甘休 他们肯定会再次出手 所以他一定要做足准备 思索了片刻之后 阿聪还是提醒 看样子他们好像已经确定了你就是吴凡 如果治安队知道的话 会有大麻烦 此刻阿聪所担心的这个问题 的确是最大的隐化 李高楼却说 治安队不会相信的 他没证据 但是 他们可能不需要什么证据 阿聪的这句话 这次让小李同学沉默了片刻 阿聪那意思李高楼当然明白啊 凭借赵大山天地会的身份和财力 跟治安队的关系肯定不一般呢 要不然当时他也不可能在荒野区安配了宗雄 专门对李高楼出手 所以这一次 那家伙一定会再次跟治安队通气 然后对李高楼斗手 交给我吧 既然他们都想抓吴凡 那就让吴凡重新出现就好了呀 小李同学的神情意味深长 显然有了应对的办法 此时刚刚从天命公司出来的赵大山 差点没一口老血喷出来 能够忍到现在他也挺不容易啊 没人能理解李高楼那双眼睛 带给他多大的压力 那种压力让他感觉 好像面对着洪荒猛兽一般的感觉 而且他很清楚 这李高楼就是故意的 他那种诡异的精神力量 赵大山从来没见过 甚至他都无法想象 就好像啊一瞬间 泰山压在他心口上 一颗心都要爆了 刘友福显得有点担心 赵兄 你没事吧 赵大山摆了摆手抬起头来 伸手抹去嘴角的血迹 他就是吴凡 一定就是他 那双眼睛之中的仇恨 喷波欲出 虽然他受了伤 不过这一趟完全值得 只要确定了这个吴凡 就是李高楼 那剩下的事 就是报复啊 毕竟在此之前 所有人都不知道 这吴凡的真实身份是什么 也不知道这吴凡究竟在哪 那你就算是想要报复 你报复谁去啊 那今天显然有了新的突破 刘友福也认同赵大山的想法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做 跟其他的舵主通信 或者直接请总舵主过来 究竟该采取什么行动 刘友福显然也拿不定主意 结果赵大山摇了摇头 否定了他的想法 不能通知总舵主 现在还要把这消息给摁住了 刘友福显然不太明白 不过跟着他后边 他们上了车了 毕竟现在还是在天命公司门口 大街上说这些的确不合适 上车之后赵大山喝了口水 休息片刻 如果我们将消息传出去 总舵主真的来了 你觉得大魔王会不会来啊 他的这话让刘友福恍然大悟 没错啊 关于吴凡的事最大的威胁 实际上是大魔王啊 毕竟之前在苏清云的葬礼上 大魔王可是亲口跟所有人说了 如果天地会还敢找吴凡的麻烦 他就会出手了 那个男人才是真的可怕 毕竟当时连总舵主都不是他的对手 所以如果他真的要再出现 天地会都要遭殃 刘友福神色严肃 如果不通知其他人 那你打算怎么做 就我们两个人的力量 恐怕对付不了他吧 实际上刘友福现在啊 他是完全不明白 这赵大山究竟啊 打的什么算盘 赵大山 则是露出一丝冷笑 他跟司机说了一句 去治安队 随后他拨通了一个人的电话 电话那头立马响起了 棕雄暴怒的声音 赵大山 你个混蛋还给我打电话干嘛 老子都快被你害死了 自从荒野区的事情发生之后 棕雄就已经被停职了 甚至啊 现在的他已经被起诉 很可能啊 会面临终身监禁的处罚 因此 棕雄觉着自己啊 那是被赵大山给坑了 如果当时自己 没有因为赵大山 去招惹那个吴凡的话 肯定也不会有这些麻烦 尤其现在 谁都不知道吴凡在哪 棕雄已然看不到任何希望 赵大山没理会 棕雄的愤怒 别这么大火气 我给你打电话 肯定是有好事啊 他的话 棕雄却没觉着有多喜悦 什么好消息啊 我找到吴凡了 他就在艾思成 随着赵大山的这句话 这头棕雄直接蹦起来了 整个人陷入狂喜 你确定没跟我开玩笑 当然 我马上就到治安队门口了 我们一起去见见你的上司 如果顺利的话 一个小时以后 就可以抓到他 赵大山这话没等说完 棕雄已经夺门而出 对他来说 只要抓到吴凡 那么一切灾难 都不会再降临了 说不定他可以 重新担任之前的职务呢 所以这实在是个 天大的好消息啊 棕雄当然没有任何的道理 错过呀 我马上就到 赵大山 这一次你要敢骗我 我一定会亲手杀了你 这头的赵大山 却露出了一个自信的笑容 或许李高楼觉得 没证据自己拿他没办法 可惜这小子还是太年轻了 现在的治安队 抓捕吴凡需要什么证据吗 他们可是一门心思想着破案 这个时候哪怕是个替死鬼 也是好的呀 这下来也不过来 这下来也不过来 这下来也不过来